新北市109学年度国小篮球对抗赛 12号起105天热闹登场 今年总共有33所学校 66支队伍报名参加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主办单位安坑国小表示 为了防疫 比赛前参赛选手与工作人员 都必须进行体温量测 新北市109学年度国小篮球对抗赛 12号到16号105天热闹登场 今年同样由新建区安坑国小 负责承办 安坑国小校长邦清零表示 新北市各国小近年来 努力推广篮球运动 因此参赛队伍逐年增加 今年参赛学校就多达33所 新北市篮球对抗赛是我们 新北市政务教育局办的 针对篮球运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那今年总共有33所学校 有66支队伍来参加 这几天因为天后状况不佳 担心场地虚华造成选手受伤 因此前两天比赛 分别商界有室内场地的学校 直到14号才将战场移回安坑国小 我们在办今年的篮球对抗赛的时候 的确考量到天后的因素 我们有准备雨天的备案 那前两天的确就是在我们一起 携伴的学校在往西国小举行比赛 当然还有永平还有北新国小跟永和国中 球场上每支队伍的参赛选手都使尽全力奋战 竞争相当激烈 黄千林校长指出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让选手可以安心比赛 所以今年特别严格要求选手必须要量测体温 确保健康五余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防疫 我们也做体温的测量 所以我们希望这么重要的比赛 也是我们小朋友很期待的比赛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校都有很好的成绩展现 黄千林校长也表示 非常感谢新北市教育局 积极在国小推动篮球运动 并且举办篮球比赛 让学生们有切磋交流的机会 提升大家的技术 记者新闻张门奇新店财宝报导 请我来电视运动